那是他們兩個是直球對決 我看法是感覺蔡英文放一顆是 搬球 壞球 外球 落選的放一顆 是暴頭 暴頭 也是壞球的一種 比搬球更難 觸身球 感覺好像打到蔡英文身上 沒手是心目的 球不會出來了 回不來了 這個初選 很早我們記得知道 做氣空看他 民進黨哪有可能給你 條件這樣 你看他從開始發初選 十八那個定期到今天 有倒一個公正人員站在他的旁邊 沒有 初選就是兩軍對壘就是說 我要說我要怎麼贏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想法說 蔡英文總統你看你執政兩年我要三年 海南民進黨的民調一直落下 你執政海南民進黨失去民心 你執政海南都沒有得到基層的民黨 所以應該要換人 沒有那個現任優先的 全台灣沒有一個出來說的 參加青年本來也不敢說 他說我林科輸掉初選 就不願意湘海蔡英文總統 這句話說得很漂亮 好聽又不會跳尖 結果你登記上海了 結果登記就怎麼樣 你剛才廣南的假設金 我十八來登記 你幾個就出錯 你看到幾個 他早就運好在那裡等他了 他早就吃千飯在等他刷英文 你聽不懂 我是說我就沒有人在天氣 應該是像我愛天氣 我實在是 可是看起來你的雞排飛了 但是他就 他就報告 我就說沒有這個囚算 沒關係 不管結果如何 如果是改動我愛錢 我就會去錢 我身份現在肉在死 你如果吃得到我就會處理 所以就是說 他看青年的個性 他是一個真顧直的人 但是他的顧直是來自於他的 就是說他個人的奉獲 不是說客觀的評論來顧直 他不是特性顧直 他個人的奉獲 所以說包括在他自己內部的團隊 他做不到事情 他就沒在投資 他沒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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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 如果像我們小瓜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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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他沒在投資 所以那是他的個性 你看這個囚算 包括他記者會的講話 他已經聽到風聲了 什麼風聲 問一下人就是要幫你收拾 因為你看 中指會跟我們東代表台會一樣 人家還要用東代表的 霸王條款 霸王條款 先用霸王中指揮 因為放這個風聲說他要扭3% 這對蔡英文是莫大的無量 這消息到底什麼人放出來 是你多少錢都說 不然我扭你3% 如果你自己說的這是很不好 你怎麼贏到有賠賣就對了 我扭你3% 對一個現任的總統是很大的無量 這個爆料當中好像是說卓榮泰 在協調的過程當中 希望能夠讓初選繼續舉行 這個黨主席 很堅持要初選 然後 所以針對初選的民調制度 說要讓3% 如果民調採互比的話 賴清德要讓蔡英文3% 這個真的還滿羞辱他的 不是 這來行人的做法 他等這個出來就是說 扭3% 他屬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告現財危機 扭3%而已 你扭3%而已 扭3%就換蔡英文而已 所以再萬一禮 只要圓一禮 蔡英文就追過去了 所以蔡英文出山就順利成將 做了不會難看 這手錄的油 你們也誤會 問說武力蔡英文 這是我們看表面是這樣 其實這來行的說法就是表示 老兄弟你現在存贏3%而已 所以3%是在五差來 如果從民調來說 3%是五差來返回來 定義不贏 所以這個狗到現在 只有我們青庭兄還看不見 他還堅持說 他還要拚到哪裡 不用拚 他早我就說他已經頂了狗了 現在是國民黨內部 要怎麼整合的好事 你覺得賴清德如果這個初選沒有了 初選被取消了 他會脫黨獨立參選下去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抱歉 他沒有我這麼勇敢 他沒有我這麼勇敢 他絕對不敢 他沒有立體民進黨 他的政治生命包起來 他比科批比較難的 科批比他更勇者 不可能 所以明天的中職會 是不是會在初選制度上面動手不掉 賴清德說要初選到底這件事情 是不是會有變數 其實這個事情還是來自於 本身這個茶壺內的風暴 總之我們在探討 為什麼賴清德的團會 會要選這個初選 恐怕是2024的接班梯隊 新潮流裡面不是安排他 中間在離開行政院長這個位置之後 又沒有其他特殊的安排 我想這樣子對他來講 他也覺得很不公平 所以他也認為說 我既然是一個人才 我就應該要有 初來承擔的一個想法意志 當然他本來逃得比較慢 所以他想好的事情 我相信也沒早期他人討論 結果突然就登記零表了 這本來對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說 心裡就沒有這個準備了 所以其實明天中之後我倒是認為 倒是看看新潮流的做法是如何 因為本來新潮流加新蘇聯 加起來的這個要過中常 中職會 要過半 那是輕而易舉 然後做怎麼樣的一個初選 或者是怎麼樣一個議程的變更 所以新潮流可以決定 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看得出來 到底新潮流有沒有挺賴清德 賴清德的結果是如何 就我所知道 當然現在兩黨都面臨 要去協調的一個可能性 要去努力 因為任何分裂 我們再講武術比賽就好了 你如果今天只是比比套路 可能不太會有受傷的可能 但如果真的搏擊散打下去 打了那絕對全身是傷 國民黨都這麼聰明 人家可能韓國瑜市長 4月18號回來還不見得會表態 可能在整個高雄市議會開完之後 才是更適當的時機 既然民進黨有這麼長的時間 當然還有一些立委在反映說 如果現在我們就先總統初選下去 我們再來是不是也要面臨 要表態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立委要初選的區域 我想這些候選人 也都非常的困擾 所以明天 當然我沒有要選舉了 明天是一個很重要 歷史的一個觀察點 你是忠職委 我可以投票 但其實忠職會不太可能投票 如果大概明天看 老大出來講講跟國長 國長同獲不太可能 這不是什麼太高興的事情 但真的可以觀察新蘇聯 有沒有意義 沒有人敢有意義就過 只要老大出來講話說 我們現在初選停了 或是我們初選 延到國民黨提出候選人之後 再來說 其實平常黨性 沒有什麼所謂老大 真的到最後看他講話 我們去觀察就知道 氛圍就可以聞出來 到底要往哪個方向走 對 整個是往哪邊走 風向怎麼吹 所以真的明天要觀察 新蘇聯可能的決策狀態 可是不會有人舉手反對嗎 因為初選制度民主程序 這是民進黨過去一直堅持 而且認為這是他跟國民黨 最大的差別 每次都笑國民黨公廷政治 只有我們民進黨 都是民主程序 這麼一來 的確是對民主程序上面 是一個一大巴掌 難道不會有人跳出來放暴嗎 可能我必須要先講的是說 暴王條款 昨天大概也有人跟我通電話 我說暴王條款 這個事情絕對不可以 當然也可能 完全不會走到這個部分去 也可能討論的不會是 一個很明確的結論 可能是包括初選什麼時候延後 或者用什麼其他的方式 大家都會先做廣泛的討論 不會做任何的結論 只是說這個霸王條款 是出現在黨代表大會 還是出現在中職會 這是霸王條款 其實我覺得 應該要互相學習 來一不想分裂 綠也不應該要分裂 現在變成藍綠要學習 民進黨要學國民黨 現在民進黨很講求國民黨 就認可我們國民黨了 所以這次可能 這兩黨最後都不可能是 有初選的狀態發生 或者是延後 所以現在你們的中職會會說 因為國民黨沒有初選 所以我們民進黨也不要初選 這樣比較不會分裂 特別討論到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可能不互相傷害 是最大原則 你判斷初選延後或者是暫停 這件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發生嗎 我認為明天可能會討論到延後的方向 是延後 還好說甚至 延後但是會討論要怎麼進行 譬如怎麼要互比還是對比 這些可能都會去做詳細的討論 但明天可能短短這個時間 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好的結論 明天可能本來就是有一些 立委等等的意見 大家要去做回應 一定會變動 因為中職會不是由中職會來做討論 所以是不是會變動 所以要黨中央提出一些看法 然後讓我們做一個整體的討論 所以我認為還是會有一些 本來原本沒有那麼熱 現在確實已經很熱了 大家已經在討論到 那麼多的想法 可能每個中職會都要盡力 表達他的想法跟意見 包括我可能就認為什麼 暴王條款真的是很不適當 你交給黨代表 有這麼大的壓力 為什麼 你覺得延後初選適當嗎 延後初選可能看個別需求 看蔡英文的需求 還在看賴清德的需求 我聽到的是很多需求 希望不要再現金一段 只有兩個人的需求好不好 只有一個人的需求 還有可能黨大家的期待是如此 不需要他們兩個做真正的一個 初選 對 所以民進黨不希望有人 做真正的初選 你們其他初選都玩假的嗎 沒有 可是國民黨也沒初選 我們當然也是可以來 我們還要公告辦法 來試試看 他們還沒公告辦法 你們公告 一定要靠近一夠 還要錄 their 和平安的操法 作詞 也許多要錄 好 別忘了 那能錄 我們要錄 入錄 我們要錄 我們要錄